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二章《瓦优独播剧》第二章 《瓦优独播剧》第二章 耶和华对撒旦说 他在你手中 只要存留他的性命 当撒旦攻击约波的时候 神同意撒旦可以攻击约波 但是有一个限度 你要怎么样 存留他的性命 约波财产可以损失 人可以生病 但是性命 我们就由此可以知道 性命在谁的手里 在神的手里 我们就是肉身的生命 我相信没有必要的话 神不会让我们随便死在魔鬼的手中 那么像死提法不是死在魔鬼手中吗 死提法不是为主寻道 其实在启示录里面也告诉我们 寻道的人数是有限 对不对 我们先看一下 启示录第六章第十一节 启示录第六章第十一节 我们一通来念 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 又有话对他们说 还要安息天时 等着一同做无人的和他们的弟兄 也向他们的背上满足了书目 好像有的时候我们的理解是翻过来 以为好像今天我们的神非得要有多少人为他寻道不可 必须要这个数目满足了我们的主耶稣才来 其实现在我的理解是从另一个角度 我觉得我们的神是发布的没有人是会这样为主寻道 当然我们说有寻道的需要的时候会有人寻道 但是没有一个那是神的意思叫他这样 今天我们说在这个地方的我的理解的意思 那就是说神是对于今天魔鬼要害人 害死神的儿女这一个数字 神有严格的控制 不是说数字不能少 非得要拿到这个指标 而是我们说数字不能多 我们的神只限定只能这一些 我们的神是严格的在控制着 魔鬼今天害人死 我们的神不能说一个都不给 因为今天他在这个地上还有他一定的全失 但是我们的神是限制到 非不得已只有最少的客人 今天可以说 今天就是一切为主寻道 在我们认识的人中也有一些 他们是为主寻道的 我们说我们所知道的 我们知道这些人 当然他们在神面前是绝对有价值 但是即使他们肉身的生命被魔鬼害死 也不是我们的神会随便同意的 就是说魔鬼要想害人死 按照魔鬼的本意要害更多人死 巴不得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死掉了 但是我们说我们的神不同意的 能够同意的只是极少数 极少数 现在史蒂芬 我相信是有神同意 某个人才能够把他打死 但是我们说我们的神对于这个数字 是严格有控制 严格有控制 那么这个肉身是这样 当然我们说灵魂更加是这样 我们看启示录第二章 第十一节 我们以后来念 圣灵像动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一当听 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今天我们说第二次的死绝对不是神的意思 而今天我们说第二次的死 人会有第二次的死都是魔鬼害的 但是魔鬼没有权把人直接丢进神泉下的火壶 这是肯定的 今天在你自己的屋子里面 人家把东西丢进来你都不乐意 神的火壶难道我们说魔鬼喜欢把人丢进去 神就由得他丢吗 魔鬼没这个权 所以我再说魔鬼 他我们一定要弄清楚 他不是火壶的管理者 他是受刑者 就是说在监牢里面 他不是管监狱的 他是坐牢的人 他有什么权把人放进去 我们说所以你不要搞错了 今天魔鬼没有权 把人丢到神泉下的火壶 但是我们说确实有人在那里 那是怎么造成的呢 所以我们就要明白 这一个绝对不是神的意思 魔鬼是借刀杀人 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前书 第十五章 哥林多前书 我们念第五十五到五十六节 我们一通来念 死啊 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 死啊 你的毒钩在哪里 死的毒钩就是罪 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当然我们说在这里我们都知道 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它是利用律法 并不是律法跟罪去扣在一起 原因就是因为人在律法下 没有都能够按照神的要求 达到律法的标准 以至于人也就有犯罪的可能 今天我们说魔鬼他今天把人 怎么样能够丢到火壶去呢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今天他要害人肉身死 那这要神的同意 神不会随便同意 只有极少的限度 只是极少的那样的一个名啊 所以我们都知道在教会里面 尽管确实有好多位主群到 但是到底跟基督徒的人数来比 那是一个比较少数 按照魔鬼的意思 肯定他要更多的人 把你杀掉 今天我们神不同意 他不敢 那么今天我们说 他要杀我们的灵魂 要我们第二次的死 他能不能把我们丢到火壶呢 不能 这个是神的地方 魔鬼没有这个权 他自己倒要被神丢进去 但是他就出了一个策略 什么策略呢 借刀杀人 借神的刀来杀我们 今天我们说 他没有办法把人丢到火壶 他把人关在阴间 他知道最后阴间要到火壶去 那你在阴间里面 你也就到火壶了 就跟了我一起去 所以我在这里说 魔鬼是借刀杀人 通过人的罪 以独钩 把人拘禁在阴间 最终谁阴间 被扔进火壶 受第二次死的害 那么这个受这个死的害 这个死好像 确实是神的权能这样的死 但是我们说 害死谁害的 魔鬼害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要分清楚 但是魔鬼害的 是魔鬼害的 那么这个是 我们说 这是第三 我们念一下 创世纪第一章 第二十七节 第四点 创世纪第一章 第二十七节 魔鬼为什么要害人死呢 这是我个人有这样的一个理解 当然也可能不是 但是我想应该也错不了多少 我们看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 我们一起来念 神就造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造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今天就要准备 我们说 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 魔鬼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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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最终 一定会在火湖 也正因为这样 他千方百计 要勾引人犯罪 为什么呢 他为什么不让这狗 一只猫犯罪 跟他一起去呢 当然我们说 狗猫会不会犯罪呢 不是我们能够知道 但是我们说 今天人犯了罪 人是按照神的形象 要是造 最后跟他一起被丢到火湖去 做他的形象品 今天我们说 对神来说 那不是他可以达到羞辱神的目的呢 你看 今天我到了火湖 今天按照你形象样式造的人 也在火湖 虽然你自己没得不会去 那这些就是你的形象样式 当然我们说 当然人犯了罪 他就失去了神的形象样式 但是怎么样圆出造人的时候 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 我相信今天魔鬼 他还不是因为跟人有什么难过 非要把人拉去 他今天他的目的 真正的目的 羞辱神 当我们明白这一点 所以我们也可以懂得 神的心不愿意 人被丢到火湖 今天我们的神 巴不得 人人能够从 这个阴间里面出来 愿意万人得救 不愿意一人沉沦 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 神绝对不会 要把这样按照自己形象样式造的人 丢到火湖去 但是如果人坚持在阴间 那么当然我们说 神是公义 神也没有办法说 当你已经是在罪的诠释下 这样的话 让你就可以免去 这一个火湖的最后的刑罚 那这也是你自作自受 是你自己坚持 要追随魔鬼 做他的寻找 当然我们的神 也无法来阻止 而我们也相信神的荣耀 不会因着这一些人 被丢到火湖去 而受到任何的影响 虽然这些人 原初造的时候 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 但是我相信 当人在最终 他已经失去了 神的那一个荣耀的形象 但是怎么样 我们都可以看到 魔鬼那一个险恶的面貌 险恶的面貌 那这也是我们看到 今天魔鬼的权丝 不是直接把我们丢到火湖 所以这个观念 我为什么会提这么一些内容 因为过去这些都是我自己的错误观点 过去我也总觉得 我们到火湖那就是魔鬼把我丢进去了 其实我们说魔鬼没有这种权 但是今天是不是神把我们丢呢 又不是 魔鬼是借刀杀人的 把我们关在阴间 丢到阴间去的时候 我们说 我们说今天人也就在里面的人 也就跟着去了 也就跟着去了 所以我们要懂得我们神慈爱的心意 那么这是第六点 下面我们来看第七点 我们念创世纪第三章 第二十二节 创世纪第三章 第二十二节 我们一同来念 耶路华神说 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 能知到善恶 现在恐怕他身受又在生命处的活之时 就永远活着 今天弟兄姊妹 我们说 这个永远我相信还是相对的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本身是短暂 如果当他这样 在有罪的情形下就永远活着 并不是真正的得永生 那只是相对的这样的一段时间 那么我们说 今天当然从一个角度来说 为什么我们的神不给人吃生命树的果子 这不是我们的神心胸瞎窄 好像啊 你这个吃了我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了 好了 我那个生命树的果子 这个好东西就不给你吃了 我们的神巴不得人能够吃好东西 而今天我们说 当时人在罪中 真的如果永远活着 我们都知道永远活在罪中 那是好事还是坏事 那肯定是坏事 今天如果说 我们说因为在罪中 罪有后果 今天这个世界很多的痛苦 就是因为人的罪中 就是因为人的罪自己造成 也正因为有这么一些痛苦 所以我们知道人还有一个 最后还有一条什么路啊 还有一条死路 为什么我们看见现在有些人还会自杀 就在这个世界上实在活不下去了 这样的痛苦 这样的痛苦受不了了 今天就指明如果说连死都没了机会了 这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那我们说将来我们得永生是不是不是好事 那当然不一样 因为今天我们是在罪中 在罪中如果说死不了 可能那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今天我们的神就没有 不愿意人再能够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 但是我相信也有另外的一个作用 今天我们说生命树果子的作用 到底是什么 那个如果说要免去人零五九九的死 那没有必要 因为那是神定命的 神绝对不会说我定命人要死 零五九九的死 又给一个果子吃了以后 可以没有零五九九的死 那我们神的定命是多余的 所以我们相信那个生命树的果子 应该不是为了要让我们没有零五九九的死 免去零五九九的死 没有必要免去这个死 但是我们说这个吃了那个果子 是不是能够就使得我们免去二二八八的死呢 如果真的能免去了 应该神要鼓励他去吃 因为吃了以后就可以没有二二八八的死 那不是神的心意呢 但是我们说 亚当神没有给他吃这个果子 我相信这个果子并不能除罪 尽管他这个是生命树的果子 并不能除罪 那么我们说生命树的果子到底什么作用呢 我想我们看一下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二节 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 启示录二十二章 在这里也提到了生命树 第二节 我们一同来念 在何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 结十二样果子 每月都结果子 树上的叶子乃为一枝万斤 这个叶子是能够起一枝的作用 那么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应该是什么 我想应该那就是可以使生命更加的健康 他既不必要去免除零五九九的死 又无法使人脱离二二八八的死 那么我们说这个生命树的果子 他也不可能另外给人一个生命 今天我们都知道生命的源头在神 生命树应该也是神造 在这个树上神绝对不会把他的生命去放在里面 那不过就是说是对生命有益的 是吃了能够更健康的 那么我们说当人犯了罪 生命死的时候 我们说你再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 就没有作用 就等于我们说给一个死人吃维他命 你说有没有作用啊 应该就死人就没有必要再去吃维生素这些东西 对不对啊 他根本死了 这个不可能靠着那一些 或者甚至于说再吃药啊 吃维生素啊 让他能够再又活过来 要活过来 那我们说 那是需要 把那个死生命死掉的 那个因素 就是那个罪 要去 生命树的果子 我相信不能除罪 除罪 必须要担当人的罪 那就是只有我们的主耶稣 连我们主耶稣要担当人的罪 都需要亲自降生做人 亲自经过十字架 我们说吃一个果子能够解决的话 那我们的神何苦 要打发他的独身质来呢 今天我们的神知道 人的罪要得到解决 必须拆他的独身质 来为我们 应试再吃之加上 正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可以明白 今天我们说 这个生命树的果子 当时我们的神没有让人再吃 并不是我们的神心胸虾窄 在当时人在吃已经没有作用 如果吃了以后 他在一个有罪的生命 更加健康了 活得更长 对人来说 没有意义 我们说 当时人的生命 可以说已经死掉 是在死的状况下 那么我们说 你吃了那个生命树的果子 让他这样的生命 更多时间 更长一点 没有作用 所以正因为这样 我们的神才 不让人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 不要以为是 我们的神心胸虾窄 你不听我的话 我叫你死 你吃了以后 我不过是瞎不瞎不 你不叫你死 但是好东西 生命树果子 也不给你吃 我想我们对这个 有的时候很容易 有那么一些错误的理解 今天我们的神 绝对不是这样 神告诉他 吃的日子 你必定是 也不是瞎吾他 也不是神要他死 而是说 吃的日子 你是会遭受到死的这个灾祸 这个灾祸从哪里来 从魔鬼来的 神那时候没有跟他讲得很清楚 因为当时罪还没有进入世界 神也不愿意让他知道罪的这个问题 神只是要他从正面的教导他 你听我的话就对了 但是我们说 结果亚当夏娃都没有听神的话 听了魔鬼的话 违背了神的命令 以至于最进入世界 到最进入世界了 神觉得也不是说 好了 这一下我这个生命树的果子 是最好的东西了 我不给你吃了 神知道给他吃的都没有用 可能相反的还有不好的影响和作用 当有一天当人的罪除掉了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这样的果子 放在天上 那就尽有的你吃 所以我们说 这个就是让我们能够明白 这个当初神跟亚当之间 神对他的要求 亚当的失败 造成了我们生命和死亡的那样的一个变化 那样的一个变化 那么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七 还有这个关于罪的问题呢 我们 关于死的问题呢 我们还有一点 这个不是直接那么有关 但是呢 因为也是提到这一个死的问题 我就把它也提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约翰一书第五章 约翰一书第五章 十五到十六节 我们一头来念 既然知道 他听我们 其切所求的 就知道 我们所求于他的 无不得走 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 就当为他祈求 神必将生命赐给他 有至于死的罪 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 对 要怎么在这里 有 特别是第十六节 过去 我也是 对这个地方 不很理解 怎么罪还分了两种 一个叫不至于死的罪 还有一个怎么样 是至于死的罪 甚至那个 不至于死的罪 是可以为他祈求的 那至于死的罪怎么样 这个 不为他祈求 至于死的罪 我不说 当为这罪祈求 那意思就是说 不要为他祈求 到底我们说 这什么是至于死的罪 什么是不至于死的罪呢 我们都知道 凡是罪应该怎么样 都至于死 对不对 那怎么会出来了这么一个不至于死的罪呢 其实第一个之后 我们说 如果我们把这个不至于死 用另外一个翻译的话呢 意思就蛮清楚 不在罪权下的罪 和在罪权下的罪 不至于死的罪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不在死权下的罪 那么还有罪不在死权下 当然我们说 罪都在死权下 但是我们说 对我们人来说有区别 因为罪都是人犯的 今天我们信了耶稣以后 弟兄姊妹 我们还犯不犯罪啊 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 我们信了耶稣 我们不再犯罪了 我们都有犯罪的可能 只是弟兄姊妹 我们一定要自主 我们信了耶稣以后 我们确实 不是说不在犯罪 还有犯罪的可能 但是我们都不愿犯罪 这是非常重要 现在有些人因为说 既然我们信了耶稣 并不是不在犯罪 那我们就怎么样 我们随便犯罪 犯罪不要紧 那这些人是很愿意犯罪 那这些人不是真信耶稣 一个真信耶稣的人 信了耶稣以后 有犯罪的可能 但是他是不愿犯罪 这是非常重要 甚至于今天 对我们信耶稣的人来说 我一直说 我们还不是不敢犯罪 因为我们相信 耶稣是我们的中保 他赦免我们的罪 就是我们现在犯的 甚至于我们也相信 我们以后犯的罪 耶稣也担当 神也设 但是我们要记得 我们绝对不是因为这样了 我们就可以放胆犯罪 如果你放胆犯罪 就表明你根本没有一个 为罪忧伤痛悔的心 没有自己责备自己 那我们说 你还没有圣灵的工作 你信了耶稣没有 表面信了 实际上没信 根本你就 连过去的罪都没有得到设计 今天因为我们信了耶稣的人 我们一定是不愿犯罪 虽然我们还会犯罪 那不是我们愿意的 是我们的失败 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 第七章讲 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 这取死的身体 你没有感觉这个苦 你放胆犯罪 我们知道 在你里面没有两律的交战 你只有犯罪的律 没有神的律 你这个人能说是信耶稣得救的吗 当然不是 所以在这里我们说 约翰的意思也就是这个 我们信了耶稣 我们还会犯罪 这样的罪叫什么 不至于死的罪 因为我们这样的犯罪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说 这个犯罪也可以 那就是说 我们犯了罪 我们不至于死 因为为什么 有耶稣做忠宝 会担到 也正因为这样 弟兄姊妹 我们应当为他代求 我们这个代求是什么 我们以为我们为他代求 就是求主赦免他 我们说当然 这个也不是不能求 但是更要求 求主让他赶快归盖 要让他能够醒悟过来 从这个失败软弱的里面起来 要认罪 今天我们说 这个是我们对自己这样的罪 我们可以 把弟兄姊妹也可以带到 求主提醒他 那么什么叫做 治愈死的罪 还在罪前下 那么对于这样的人 当然他们犯罪是很多 因为他们还没信主 可能他们对于犯罪也没有感觉 那么对于这样的人 是不是我们就让他犯罪到底呢 当然也不是 圣经的意思就是说 不要为这样的罪去祷告 而要怎么样 其实意思就是说 这样的人 你不是要祷告求神 去赦免他的罪 而是要祷告求神 让他信耶稣 对不对 只有信了耶稣了 他的罪才能得赦免 不信耶稣 你为他的罪祈求 求神赦免他的罪 我们说其实这个情形 在弟兄姊妹中间有没有 有的 有些弟兄姊妹 很热心 很有爱心 为一个人祷告 这个人还没信耶稣 不是祷告求神 神安你救他 已经在祷告神安你赦免他的罪 我们说这样的祷告 应该说要记得 但是不合适 也就是这段话的意思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我们要为着信耶稣的人 祷告他的罪 我们要求神赦免他 我们也要求神 让他能够醒悟 能够认识自己的罪 而对于我们说 一个不信主的人 我们要祷告 我们要求神救他的灵活 让他能够悔改 能够接受耶稣做救主 能够认罪悔改 而并不是好像说 当他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在祷告 主啊你赦免他的罪 这样的祷告 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 那不合适 但一个人还没有悔改信主的时候 我们的主不会赦免他罪的 今天赦免罪的唯一的途径 必须是你信耶稣 接受耶稣做救主 所以我在这里 这里我是这么说 人得说救我以后 虽不再在罪权之下 但仍有犯罪的可能 这类的犯罪称为不至于死的罪 这个死就是二二八八 因为我们都知道犯罪一定是 至于二二八八死的罪 但是我们说不至于死是什么原因 就是说不在这个二二八八的权势之下 而人还没有信主的时候犯的罪 是至于死的罪 那就是在罪前下的罪 对这样的罪 应当先劝他悔改信耶稣 得赦罪之恩 不应当在人还未信主时 就先为他还在死权下的罪求赦免 这是原下也是在其心皇 那么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 有些特别是有一些日新的姊妹 道理不很清楚的 常常我们说 人家还没悔改信主了 已经在主啊 你饶受他的罪了 今天我们说 这个祷告应该说是不可惜 不很可惜 所以约翰在这里说 不要为那些至于死的罪 我不说 为这些罪之群 当然真的有人在这样祷告了 我们在这里也没很难说 他就是在犯罪 我们应该知道这是不合适 而且我们也知道 这样的祷告我们的神无法听 因为为什么 违背了救恩真理的原则 违背了救恩真理的原则 那么我想 这个呢就是我们前面就讲到 认识死的不同含义 这样呢我们对于这两个死 零五九九二八八 我们就会比较清楚 那么我们说原因就是说过去我们的这个 其实我们都未有这个概念 过去我们也知道身体死和灵魂死的不同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更清楚了 那一个灵魂死实际上就是说什么 二二八八最后的毁灭 那么我们说身体死是我们每一个人神原来就定命 造人的时候就定命 那就是五九九零五九九 这一个死 他的观念我们不要把它一讲到死就是灭亡 就是毁灭 就是完了 在这里在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那个死 那就是睡了 那就是会醒过来的 那就并不是完了 今天我们经过灵魂九九 我们的身体经过改变 今天我们经过灵魂九九 我们就现在在这个不活之前 我们就可以先到耶稣那里 和耶稣有灵魂的同在 这是我们说 这是灵魂九九 是给我们生命的改变 生命能够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所以我们常说 我是喜欢说那个灵魂九九的死 那就是生命的转换 生命的转换 那就是灵魂九九